市場最近擔心知識曲線倒掛 反映經濟有可能出現危機 究竟甚麼是知識曲線倒掛呢? 一般來說,美國國債分為多個年期 市場比較關注三個月、兩年、五年、十年和三十年期 最近短期債息急升 反映市場對聯儲局加息的預期 而長期債息比較反覆 反映投資者對經濟預期不一 沒有甚麼明顯方向 當短債息升算長債息時 知識曲線就會倒掛 很多投資者和經濟學家 都會視知識曲線倒掛為經濟危機的看事 大家都主要比較三個月對十年期債息 又或者兩年對十年期債息 在最近二十多年 知識曲線倒掛曾經在2000年、2007年和2019年出現過 2000年的時候市場經歷科網股爆破 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 而2020年環球出現新冠疫情和油價暴跌 最近兩年對十年期債息出現過倒掛 市場正擔心經濟出現滯脹 即是高通脹經濟向下滑的狀況 大家正密切留意三個月對十年期債息的走勢 如果出現倒掛 將會轉一步加深經濟衰退的憂慮 投資者要加倍留實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